來到最近消息 臺南的南溪區 今天傍晚發生一起 遊覽車 滑落邊坡 撞破護欄 直接衝入香蕉原的事故 車子擋風玻璃嚴重受損 而駕駛一度受困車內 經過消防員的協助脫困 而這起事故也造成 車上二十一人中有八人受傷 當地警員表示 這個事故地點 過去也曾發生過交通事故 而警銷貨報之後 立即出動十五車二十六人前往救援 警方調查 那麼車上的乘客是 臺中火力發電廠的員工 下午到美嶺登山 下山的時候發生事故 而造勢的原因 還有帶警方來釐清